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从刚开始在一起无微不至地关心 到后来对我的敷衍冷漠 让我感受不到他的爱 在一起三年的时间 他的任性 刁满和无力取闹 让我渐行渐远 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理解关心我呢 难道三年的感情就此结束吗 我慢慢地开始害怕和他相处 但分开三个月 我真的很煎熬 我不舍得放弃 但回想起之前的矛盾时光 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 该如何进行下去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周24岁来自江西直远 女嘉宾小周22岁来自湖南客服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都说这个香妹子辣 是特别辣是吧 确实 她是很刁钻的 很刁满 我怎么刁钻的呀 就有一次吧 我下班回来 她就说她不舒服 我也给她煮了红糖水 然后就以为是小事 过一会儿 我就不知道咋的 她就冲出来 把我手机往地上一摔 直接咔了 手机就粉碎了 之前我就给你发消息说 我生病了 你回来顺便帮我带一下药吧 你呢 你回我了吗 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也不能玩手机啊 所以回来的时候就 玩了回游戏 才看到你那个消息 可是你回来之后呢 我也跟你说了 我不舒服 你当时 你是个什么情况 你说 请问这一个凹 是什么意思呢 我后面也给你煮了糖水 因为红糖水的话 对女生生理好 感冒 你给我煮什么红糖水啊 大哥 就这个时候不需要红糖水 是吧 对 这个时候需要 是关心和药 关心和药 是吧 对 干嘛摔手机啊 那是因为她跟她朋友 打游戏嘛 然后太吵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病人嘛 本来就需要休息 扰您清静了 是吧 对 她在那里打游戏 声音好大 但是我就算吵到你了 你也没必要摔我手机啊 你知道这对我之后的工作 有多大影响吗 更过分的是 隔了几天 正好我是要回趟江西老家 身份证问她要 然后她就跟我发起脾气来 直接把我身份证给搬舌了 为啥呢 你心里没点输吗 你跟别人干嘛呀 我怎么知道啊 就是之前的时候嘛 她妈给她打电话 她说 儿子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边呢 有一个姑娘 你要不去看一下 瞧一下呀 你妈什么情况啊 你也都在电话里听到了 我跟我妈讲 我有女朋友 我也解释了这个事啊 这个女的呢 是我妈一个朋友 她闺女没嫁 就是她们半局算团了这个事 做一个亲家嘛 我母亲就开个玩笑的那种话题嘛 然后她就心里当真了 开玩笑 你妈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这玩笑能开呀 女生这句话问到重点了 你母亲知道你有这位女朋友吗 知道 有女朋友还跟你开这种玩笑 这是玩笑吗 当时回家是为了去相亲呢 还是就是回家看妈妈 就是回家处理些事 因为我家是那个地宝嘛 处理些地宝的问题 她也没问我啥事 然后就直接跟我发起脾气来 然后就直接把身份证折了 你也没跟我说什么事啊 你就来问我身份证给我 那什么语气啊 你的身份证在她那管啊 对 因为我就是工资 啥的都是上交的